我现在把我们首页里面相应的视频 进行了一个调整 现在看上去我们整个首页就比较的好看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视频组件 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小程序支出的时候 我们的视频组件并没有说 所以我们在这边先过一遍 把它的一个里面所包含的相应的属性 以及API我们都来讲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预先进了一个叫做video test 这样的一个文件加目录 下面有一些空的文件 我们把首页改成我们的video test 可以看到我们的页面里面都是空的 JS里面也是空的 OK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组件 那么视频组件要去使用它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页面上打上video标签就可以了 我们来一直写一下 在页面里面写一个video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模拟是这边有一个黑色的块 这个就是我们的视频 但是这里我们点播放是没有任何用的 因为我们没有视频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里面设计一个SRC这个属性 SRC属性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播放 它所在的一个资源地址是要被我们可以补到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是我们本地已经是有的 也是可以播放的 好然后我们把它拷贝到我们SRC这个地方来 OK这个时候我们这里就有了 并且也可以播放 我们点击播放看一下 OK是可以播放的 然后这个里面是有声音的对吧 那么声音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进行静音嘛 我们先来把这个静音的属性先来讲一下 这里有一个这个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指我们是否要把这个视频播放的时候进行一个静音 如果说我们把它配置成了TRUE 那么我们全程播放 它是没有声音的 那么默认它是一个false 它肯定是有声音的嘛 我们来设置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把它从默认的false来的TRUE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击播放 看一下它的效果 那么OK 这个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它一个一个的属性 首先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初始化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视频有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指定从某一个时刻开始播放 那么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 然后到这边来填一下 它的类型是一个Number类型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填一个数字 那么现在我们的视频是10秒 视频是10秒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个5秒 那么它一会就会从第5秒开始进行播放 然后我们保存重新编译 来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效果 可以看到吧 它刚刚直接是跳到了第5秒的时候 往下面开始播放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初始化时间的一个设置 再往下面看 这里有一个视频指定的时长 我们现在是有10秒对吧 我们可以把它指定为8秒 或者说6秒 我们来设置一下 把它指定为8 然后我们初始化的一个播放时间改为1秒 可以看到吧 我们本来在这个地方显示的是一个10秒 现在是直接改为了8秒 ok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部位刚刚是10秒 那么现在其实也是已经是8秒了 然后再看下一个属性 这边有一个controls controls是什么意思 是指我们相应的按钮 我们在这个视频的底部在这里 这不是一个底部 这就是里面包含了一些我们相应操作的按钮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播放暂停 还有我们的一个进步条 全屏按钮 这些就组成了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就是我们的一个controls 这样子的一个播放空间 它默认的是处 我们把它给禁掉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点播放 鼠标移过来 它在播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了吧 ok 那么就是这样子去设置的 然后我们把它改为处 让它去显示 接着看 这一块 这一块是我们的弹幕吧 它可以去设置一些弹幕的列表 让我们的弹幕在某一个时刻去进行一个展示 我们来设置一下 设置一个弹幕list 然后这个list呢 我们直接去拷贝它微信所提供的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有一个弹幕list 它是一个数据绑定 只要绑定到我们的data里面去 就ok了 然后我们放到我们的js里面去 进行一个绑定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先来点击播放 你可以看到现在播放的时候 它并没有展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我们的属性里面说了 这里有一个enable弹幕 这个是指是否要展示弹幕吧 而且它这个是说了 它这个属性是只有在初始化的时候才有效的 它不可以通过js去动态的变更 这个和我们的弹幕button是一个道理 那么我们把这个给开启一下 把它改为tru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这两个弹幕都已经飘过去了 并且呢 这边有一个弹幕的按钮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按钮进行一个展示吧 我们来写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一个弹幕吧 刚刚我们播放的时候 我们点一下 现在变成灰色 就表示弹幕就不需要了吧 那么这个就可以做到一个弹幕的一个显示效果 再像一些视频播放的一个网站 不管是直播还是什么平台 只要收集到这种视频的 一般来说都会有弹幕 好 然后再往下面看 下面有一个autoplay 还有一个是loop 这个两个是什么意思 一个是自动播放 另外是一个循环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两个属性来拿过来看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两个一般来说 我们使用过一些播放器的话 都会有设置到的 我们直接把这个tru抬过来 这个时候我们ctrl s保存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自动播放 并且播放到第8秒的时候 它会继续又一次循环的播放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并没有通过 鼠标去点击 它直接去自动的播放了 然后播放到第8秒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又重新的开始播放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循环 和我们的自动播放 再往下面看 这个是精英 我们刚刚说了 然后这一块 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指在非全屏模式下 是否开启亮度和音量的调节的手势 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一个全屏模式下 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手势给开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视频 很明显 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 方便我们的一个操作 我们直接去对这个视频进行的一个亮度 和音量的调节 就OK了 那么音量现在我们是静音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直接看一下相应的效果 我们把这个设置为处 好 保存一下 然后它现在在播放了对吧 但是我们并不可以去控制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手机上 所以我们通过手机来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改为false 不要让它自动播放 看上去有点烦 好 然后我们手机联益一下 我们先预览 打开微信小程序 然后我们扫一下 打开我们的实时桌面 好 现在我们这个屏幕已经是印刷过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是点击播放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手势 可以看到吧 我现在手势再往下面滑 它的亮度就变暗 然后往上面调 它的亮度就变亮 同理我们的手势 我们进行一个 往下移就是说在我们的视频的右侧 往下移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音量 逐渐变低 并且到精英 如果说往上面调 那么它的音量跟着会变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通过手势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视频的一个 音量和我们的亮度 进行的一个调节 好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下一个属性 那么下一个属性是一个方向板 这个方向是什么意思 是指我们一个全屏时候的一个方向板 我们来写一下 它的方向其实总共是四种 我们直接把它拷贝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再来看 它其实有一个默认值的 有一个默认值 就是一个正常的数项 那么我们先直接写零来看一下 我们先写零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直接 因为我们在PC端 它是无法做到一个全屏的 它全屏的效果会不是很好 可以看到这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也还是一样 通过我们的一个预览 到我们手机上进行一个观察 然后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投影 先播放 然后点击全屏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展示到我们的一个 竖的方向来进行一个播放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播放效果 也是比较OK的 然后再缩回去 我们再来调整 我们把它改为下一个 下一个是一个90度 这90度就是一个屏幕 逆时针的90度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 然后把它改为90 再来看我们一览一下 好先播放 然后点击全屏按钮 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横过来了 并且它是我们的屏幕 也是跟着横过来了 OK 那么我现在手机上的效果是 伤度来说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实时桌面 也是跟着切环过来 OK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接着再来看下一个 那么下一个是-90度 -90度的话 就是顺时针的一个90度 我们也来进行一个调整 好 重新的我们来预览看一下效果 好播放 然后我们点击全屏 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候 我们虽然在我们的实时桌面上 这个效果并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并不能清楚的知道它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手机上它的方向 整个是和刚刚的一个横过来的一个效果是相反了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在课后可以去把自己的手机去连上 连上了之后可以去进行一个调节 看一下各自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里我就不再播放了 接着我们看下面的一个属性 下面这个属性是一个show progress 它是指我们是否要去把我们的进度条给显示 那么这个进度条显示是否显示 我们是在pc端也是不出来的 是看不了的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现在这边写了之后 我们会到手机上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会把里面的tru改为false 也就是说把这个进度条给不显示 然后它还有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全屏按钮 我们也一样 我们把它不显示 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之后我们 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 这边是没有用的 然后点击预览 我们通过预览来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有没有达到 好我们现在也来播放 点击播放 我们可以看到吧 这下面一块我们的进度条 和我们的全屏 那个按钮已经是没有了吧 ok吧 好 再往上面看下一个 这一个是show play button 这是是否要显示底部控制栏的播放按钮 另外还有一个是 是否要显示我们视频中间的播放按钮 这两个都是播放按钮 我们都把它给写上 我们把它们的都改为false 然后把这两个我们刚刚的设置为处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预览一下 然后我们的桌面开始进行播放 可以看到吧 我们现在在中间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是已经是无法播放了 因为原来我们中间是有一个播放的按钮 现在是被我们设置成false 所以就不显示的 另外在这一块 我们单击我们的这个视频 我们在这里照理说也会有一个箭头让我们去播放 现在也被我们设置为处不显示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视频是无法播放的 好 然后再来看 这里是是否开启我们控制进度条的一个手势 那么我们有时候在观看一些视频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些视频 我们不想看 我们想快进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手势来控制我们的进度条了 我们也来写一下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 然后设置为处 我们把这个播放设置为处 不然放不了 好 然后我们再预览一下 到手机上来操作一下 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的手势操作 我们的pc端不支持的 好 然后我们先放大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现在手指按住往前面滑 你可以看到在屏幕的中间 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空间 它是显示我们就是手指左右滑的一个进度 然后我现在开始滑 比如说我往前滑 就是到8秒 往后滑 它可以退到0秒 那么我们的视频是比较短 所以它的一个控制效果会比较快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个视频比较长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效果可能会更加好一点 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播放一些像电影 每句应该时候比较多 那么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 我们是不会去闹这种手势的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这里有一个object fit 这个属性是什么意思 是指我们的视频和我们外部的一个容器 是否要进行一些相应的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有三种 一个是contain 包含一个是fail填充 还有是cover覆盖 那么这个我们就在这里不演示 我们在后面在讲我们的一个视频展示页面的时候 我们会对这个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再往下面看 这里有一个poster poster是指什么意思 是指我们的一个视频的封面 那么要显示视频的封面 那么我们也是必须要我们这个封面的图片 所在的资源 它是一个网络的地址 必须要有的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去设置一下 那么如果说你不设置的话 那么它默认之是无效 是没有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我们在这里去设置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写一个封面 那么封面图我们引用这样一个头像 我们把它的路径拷贝 拷贝到这个地方来保存 保存编译 注意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效果 可以看到吧 刚刚我们的一个图片 显示了一下又按掉了 看到吧 那么这个还是一个我们的pc段的一个效果 我们直接使用手机单来进行一个预览 就能看到它的一个真实的效果 还是一样 我来用手机扫一扫 然后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实时桌面 现在实时桌面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封面效果 并且它的一个封面效果看上去其实还是可以的 对吧 只不过我们点击播放的时候 我们的封面图和我们的视频 并没有什么关联 那么一般来说 其实封面图是可以不去设置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它空间 它这个组件自带 其实会把这样的一个封面显示出来 就是说这东西可显示可不显示 都可以 像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朋友圈里面的一些 欺诈视频 它的欺诈视频就是说 你的封面图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图片 比较诱人的视频 你觉得是可能是你想上中的视频 但是当你播放进去点击的时候 它显示的一个视频内容和它的封面图是不一致的 那么其实它就是用到了这样的一个poster的一个封面图的效果 对吧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下面 下面就是设置到了一些事件 这些事件的话 我们在这边不会全部去演示 它里面就是涉及到一些像点击play 就是我们播放和继续播放会出发这样的事件 还有点击暂停 那么我们只讲这两个事件 下面还有这些事件 大家可以在课后自己去看一下 那么只要去在我们的视频组件里面去绑定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绑定这两个事件 一个是bundi play 还有是一个bundi pass 一个是暂停 一个是播放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到我们的后端去写一下 ok 然后两个事件现在都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到这里面写一个日志 这是播放 还是暂停 好现在是已经都有了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调试器 我们把这个先上拉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体的效果 我们先点击播放 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控制台这边已经就有了播放 然后在我们点击暂停 我们把暂停按钮点击一下 这边暂停就有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事件的绑定盒显示 ok 那么下面的字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在这边就不去浪费时间了 然后这个视频的视频组件除了有这些属性之外 它还有一些相应的API 我们来搜一下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微信.create video context 这个是指创建一个视频的上下文对象 当我们把这个对象创建完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视频做一些相应的处理 做一些相应的事件出发 比方说 它有play 当我们获取到了这个上下文对象之后 我们只需要去通过这个 比如说video context.play 然后.pass.seq 就可以去做相应的操作了吧 它的视频有这些 有播放暂停 跳到指定的位置 就是跳转到某一个时刻去播放 另外它也可以去发送一个弹幕 还有是这个play back route 就是说设置一个倍速的播放 那么它支持的一个倍率是 其实就是一个快进和慢进 另外它还可以去进入全屏 它可以让我们通过js事件去进入全屏 还能通过js去推出全屏 那么这些操作全部都是在我们的js里面去做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play和pass来做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去通过代码演示了 因为我们在后面播放和暂停这两个方法 我们会去进行一个操作 在我们视频展示里面 我们会在js里面直接去写 然后像这下面的话 其实都是主义反三的 ok那么这个的话 那我们这节先这样 那我们这节先这样 好 好 好